和高冷教授恋爱三月 我们连手都很少签 更别说亲亲抱抱了 别人都说我们是塑料情侣 直到某天 我喝醉酒不小心 亲了沈金男一下 解锁了她的心声 呜 宝贝主动亲我了 宝贝怎么浑身都软软香香的 今天宝贝手都没有给我签 音音 她是不是不爱我了 原来 我的男朋友不仅很黏人 还是一个妥妥的醋包 正文开始 呜 宝贝主动亲我了 我愣了愣 这个声音 好像是男朋友沈金男的 但是 她没说话呀 莫非 这是她的心声 我呆住 随即又听见了她的心声 怎么不亲了 宝贝的唇好软 响咬 接着 沈金男微微喘着气 喉结轻轻滚动 弯下身来 勾住我的腰肢 嘻嘻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她便压下唇来 轻咬 勾缠 一点一点 将我拆吃入腹 这还是我跟沈金男恋爱后第一次亲吻 她微微羞耻的心声 又被我听见了 好想把宝贝吃掉 我合上眼 感觉自己身体腾空起来 没一会儿 就被沈金男放在了柜台上 她的手扣紧我的后脑勺 清爽的沐浴露味道 扑洒在鼻息间 我 呼吸不了 我手抵着她的腰 努力发出声来 只听见她性感的笑声 嘻嘻 我教你换气 沈金男的手 在我脸颊上轻轻捏了捏 嘴角荡漾着笑意 真纯啊 听见沈金男的心声 我脸颊泛着红润 实在是没有想到 平日里温柔儒雅的男朋友 心里却一直想 嘻嘻 你害羞了 沈金男抬起我的下颌 跟他对视 那双深邃的眼眸 像是带着魔力 让人不自觉就放松了下来 沈金男 你变了 我的声音带着点娇气 嘴唇被他啃食的红肿 侧过头吐槽道 嘻嘻 其实跟你在一起的第一天 我就想这么做 只不过怕吓着你 沈金男将我拥入怀中 修长的大手轻拂我的背 像哄小孩似的 所以 我打算以后不忍了 两久 沈金男咬了咬我的耳垂 声音性感低雅 我脸色红润 仰着头对上他的眼睛 还没等我继续开口 他又忍不住吻了下来 像是要把这三个月缺失的亲密 全部补回来 勾缠 以你 宝贝的腰好软 我扶在他胸膛上 微微和尚眼顺气 他的大掌很容易就 孤住了我的腰 妈撒着 沈金男 你是大学教授 要稳重 我一言一语地劝说着 生怕他失了分寸 我知道 沈金男点了点头 回复我一句 随即又开始暗想着 宝贝太青涩了 我也舍不得弄哭他 我睁大眼睛 忽然觉得浑身有些发冷 印象中那个温柔的男朋友 跟现在撩人又浪荡的形象 完全对不上 我的男朋友真的没有被调包吗 想到这个 我立刻抬手捏了捏 沈金男俊逸的脸庞 宝贝摸我了 给你摸 想摸哪都行 沈金男这般想着 还把脸凑到了我的手边 像只小猫球抚胃一样 确认过了 没有换脸 我的心这才舒缓了下来 将手慢慢放下 咦 怎么不摸了 难道宝贝看腻我了 觉得我不帅了 沈金男有些失落 我听到他的心声后 便主动还上他净瘦的腰肢 硬硬的 果然 他又高兴了 从那天起 沈金男在学校见着我的时候 便不再收敛 他会主动牵起我的手 把我抱进怀里 还会在无人的地方偷亲 因为我们俩都是老师 所以 要注意影响 但是只包不住火 还是被有些学生瞧见了 哇靠 沈老师和姜老师好恩爱呀 我就知道 他们之前在学校 就是故意装得不熟 其实我们都大学了 什么狗粮都能吃 搞得我也想恋爱了 我买手在沈金男的胸膛上 微微喘着气 娇撑一声 看吧 被有些学生发现了 发现了就发现了 反正他们都知道 我们在谈恋爱 亲亲抱抱很正常 沈金男一脸无所谓 手自然地放在我背上轻抚 我又听到了他的心声 发现了才好 学校那么多靓丽的男生 尽早让这些桃花自舌了才好 我哼了一声 没想到沈金男打的是这个主意 他就这么不相信我吗 我好歹是老师 怎么可能跟学生卷在一起 虽然我是在国外读的朔博 二十多岁就博士毕业了 年龄上跟学生们差不了多少 但是我也不会 乖 我送你回家 沈金男牵起我的手 顺带帮我拿着教案 沿着湖边路口出去 我跟沈金男才在一起三个月 同居是不可能的 他便直接买下了 我隔壁的那套房 现在这层楼 就我们两个住户 其实也勉强算是半同居 哎 破门 什么时候能跟宝贝住一起啊 沈金男看着我用指纹打开门锁 又开始在心里吐槽了 我愣了愣 他想跟我同居 嘻嘻 待会儿记得过来吃晚餐 他将我的教案放在茶几上 就准备出门 临走时专门叮嘱了一声 我点头答应 又听见他心中在叫嚣 我要做美食 抓住宝贝的胃这样 他就会更爱我了 等他走后 我再也忍不住笑了出来 这算什么 反茶萌吗 我笑着摇了摇头 去卫生间泡了个澡 换了一身舒适的长款睡裙 背完课之后 我看了一眼时间 差不多了 你怎么做了这么多菜 我刚进门 就瞧见白色的餐桌上 摆放了一堆佳肴 色香味俱全 沈金男给我盛了一碗白米饭 并未继续回复 宝贝可真漂亮 要是能抱着他睡就好了 我顿时被他的心声噎住 赶紧放下碗筷 侧头咳嗽几声 沈金男被我的反应吓住 迅速端了一杯温水过来 慢点吃 来 喝一口热水 他的声音温柔极了 我喝了一口温水之后 好了不少 但是心却一直跳得很快 宝贝泡澡了 好香啊 沈金男回到座位时 心里的思绪还没有断 我只能强忍着保持镇定 今天的晚饭 吃得格外辛苦 能偷听到别人的心声 也不完全是一件好事情 我吃饱了 我拿起餐巾纸 擦了擦嘴巴 抬头看向沈金男 那你回家早点休息 沈金男面带笑意 收拾着碗筷 实则心中已经开始阴阴了 宝贝又要走了 宝贝为什么不跟我睡一起 是我吸引力不够大吗 我还没有起身 就听见了 沈金男心中的一通哭诉 我看着沈金男的动作 衬衫袖口被挽起 白皙有力的手腕用力 腕骨有些突出 手指如竹节一般匀称 一张惊为天人的脸上含着笑 尤其是衬衫不好好记扭扣 露出了性感的颈窝 和一点点锁骨 怎么办 有被勾引到 我有些目愣 抬眸看向沈金男的脸 五官挺立精致 像是被上帝惊雕细琢了一番 宝贝叮得我看哪 要矜持 沈金男不停地提醒自己 我暗笑着站起身来 跟着沈金男进了厨房 沈金男 你想不想去隔壁睡觉啊 时间如同凝固了似的 沈金男没有出声 但是双手带着微微颤抖 手中的白瓷盘滑落到了水槽中 与其他瓷盘发出清脆的碰撞声 嘻嘻 你说的是真的 沈金男睁大了眼睛 果断地把碗放进了洗碗机里 真的 我点了点头 身子微微靠着门框 眼里带着笑 沈金男喉结滚动 手上的动作加快 我就这么目愣地 看着他将厨房用具一一摆放好 嘻嘻 你过去等我吧 不要在这站着了 累 沈金男走到门口 轻轻地将我额尖的碎发 碾到耳后去 等我把自己喜香香 用上宝贝最喜欢的精油 我就不信 勾不到他 我睁大了眼睛看着沈金男 有些不可置信 什么鬼 这哪是温润有礼的教授 分明就是一只妥妥的花孔雀 好 我的声音不大 由着沈金男捏了捏脸 随即就转身离开了 趁着沈金男导持自己的时间 我把刺卧收拾出来了 仔细想了想 我可能真的会被沈金男勾引住 所以保险起见 还是让他乖乖睡刺卧吧 果然 沈金男穿着松松垮垮的白色睡衣 抱着一个白色的枕头进了房门 熟练地往我的卧室方向走去 嘻嘻 我听见他在喊我 便赶紧回应了一声 我在刺卧呢 沈金男并未放下枕头 疑惑地走了过来 看见我正抱着一床浅色的被子放在床上 有些不解 熟细 你不知刺卧干什么 但煞时 沈金男抠紧了枕头 熟细不会是要让我孤零零一个人睡刺卧吧 我暗暗点头 是的 没错 熟细 你不是说让我过来陪你睡觉吗 沈金男逐渐认清现实 声音委屈得紧 走到床边扯了扯我的衣服袖口 对啊 主卧跟刺卧挨在一起 也算是陪我睡觉 沈金男眼眸忧深 坐在床边盯着我 就开始骗我 我被沈金男抱怨似的语气逗笑 瞧见沈金男一副被欺骗的无辜模样 忽然很好奇 他心里想的是什么 看得见摸不着 太难受了 要不我半夜偷偷摸进去挨着宝贝 他要是问起来 我就说我梦游了 真是个好主意 就这么干 我将这几句话听得清清楚楚 心里默默地给沈金男竖了一个大拇指 沈教授半夜不准爬床哦 我故意贴近沈金男的耳畔 话里带着笑 但是正要直起身来的时候 双手都被他紧紧扣住 一个猛地翻身 我被沈金男死死地压在了身下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爬床 沈金男身上散发着我喜欢的枝子花香味 睡衣最上端的两颗扭扣 根本没有系上 露出白皙的颈窝 想咬 我咽了咽口水 你以前不这样 骚的 我的声音如蚂蚁一般微小 脑中不自觉回忆起 刚跟沈金男在一起的时候 他谦逊有理 温柔如雅 我承认是因为那张帅脸 才跟他试试的 可自从能听见他的心声后 我才发现这一切都是蓄谋已久 好吧 跟你说实话 你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我就喜欢你了 一番打听 发现你跟我来自同一座城市 我们的父母还相互认识 我就让我妈在宋阿姨耳边煽风点火 才有了后面咱们相亲的情节 沈金男的声音很好听 像是鼓鼓清泉 澄澈且明朗 我红着脸 继续说道 你怎么就确定我会跟你在一起 那天可有好多人约我呢 哼 我问过你的室友 你喜欢我这样的 宋阿姨安排的其他人 你都瞧不上 沈金男说着 隐隐还有些傲娇 还挺自信 我对上沈金男有黑的毛子 淡淡勾唇 所以 你能让我爬床吗 沈金男还是不忘主题 买手在我的颈窝间蹭了蹭 没有一点教授的高冷模样 这么想跟我一起睡觉啊 嗯 看你表现 我轻轻推了推沈金男 让他起来 结果被他反咬了一口 是那种暧昧上头的咬 铁饰 勾缠 宝贝的唇形好漂亮 红红的 不清白不清 涂了唇膏 柠檬味的 还是甜甜的 我一边被沈金男抱起 坐在他怀里 一边听着他激动 且带着摸索的心声 心脏扑扑跳动 好软一只 要是能抱着睡就好了 我被亲得喘不过气 带着怨气 咬上了我盯了许久的锁骨 死 沈金男由着我咬 缓着我腰的那只手 缓缓收紧 我也没有咬太狠 但是留下了一道不浅的印子 转身就跑 把沈金男一个人撂在了刺我 这一晚 沈金男没有爬床 自那晚之后 沈金男陆陆续续 把自己的东西 全部搬到了我家里来 我也没有管 反正房子够大 随他折腾吧 只是 他把自己的衣服 挂在我的衣帽间干嘛 晚上我们不能睡一起 就不能让我们的衣服 挂一起吗 沈金男回复得理直气壮 我竟无言以对 行吧 随他去 今天下午 我有一节传统文化的 公共选修课 要上 便拿着车钥匙先出门了 留他一个人在家里面布置 江老师 今天怎么没有跟沈老师 一起来学校啊 办公室里的同事 看见我独自进门 眼里都透着八卦的光 可能是沈金男不在客制之后 学校传遍了我跟他的事情 他今天有事 我没有做过多的解释 坐到工位上就打开了电脑 开始处理学生的作业 和积分情况 呼的 院长轻轻敲了敲我的办公桌面 脸上带着和蔼的笑容 江老师 这是我们学院新来的 一位实习教师 其余老师都挺忙的 你就帮忙带一带 我抬眸扫了一眼院长身边的实习生 看起来不到三十 穿着一身严谨的黑西装 抱着文件夹 斯文集了 好 我点了点头 这学期我的科研指标都已经上线了 所以没有什么压力 带一个实习生而已 不是男士 江老师 这位也是你们学校的高材生呢 院长笑呵呵地给我介绍了一番 我叫许林 久仰学姐的大名 想到今后能跟学姐 在同一个工作岗位上班 我就倍感荣幸 许林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 随即就将我对面空置的办公桌收拾了一番 我没有太把她的话放在心上 整理了一番教案后 就扫了眼时间 准备去教室 学姐 那我能跟着你去看看吗 此时 许林放下了电脑 赶紧跟了上来 话里含笑 恰到好处 让人不太好拒绝 于是我同意她跟着我去了教室 大教室里 坐着一百多位学生 重点大学里 很少有上课玩手机搞小动作的 绝大部分学生 都会充分参与进课堂来 许林坐在第一排 我偶尔也能扫到她 只是觉得哪里怪怪的 一个半小时的公共课过得挺快 我站在讲台上收拾书本 下边的学生有秩序地离开 此时 许林走上前来 帮我捡起了地上掉落的公共课学生名单 谢谢 我接过名单 把它放进文件夹中 只见许林又不紧不慢地开口 学姐的课讲得真好 我听入迷了 现在才缓过来 是吗 多谢夸奖 我跟许林交流了一下上课的技巧问题 等目光再次一到门口的时候 发现了沈金南高大的身影 你怎么来了 我惊喜一笑 拿起叫案就走到了她的身边 许林转过身 目视着沈金南 含蓄开口 这位就是沈教授吧 久仰大名 沈金南紧紧地牵住我的手 声音低沉且冷漠 眼神微腻 带着几分危险气息 我来接女朋友回家 你自便 沈金南说完就牵着我离开了 一路上他没有说一句话 但是心理活动很丰富 宝贝刚才跟那个小绿茶有说有笑的 不会不爱我了吧 我刚才好像语气不是很好 会不会凶到宝贝 但是我控制不住 看见许林还想要跟宝贝握手 我就 一路上我也没有说话 直到回到家后 我主动找上了沈金南 怎么了 细细 沈金南正摔着围裙在弄晚餐 我走到厨房 从身后抱住了他的腰 把脸也贴了过去 你今天下午生事生气了 许林是院长让我带的一个实习生 你别误会 我故意放软声音 手不小心摸到了什么硬硬的东西 哇撒 腹肌爱 嗯 宝贝再摸下去 我就真的忍不住了 我听见沈金南隐忍的闷哼声后 赶紧放开了手 随后等着他说话 我没有误会 就是觉得 许林好像对我们家兮兮有意思 沈金南放下了果蔬 用纸巾擦干了手上的水渍后 捏了捏我的脸 耐心地解释着 但是心里却不是这个语气 哪是好像 分明就是 许林那个眼神 像是快要把宝贝吃了一样 我心里一咯噔 有那么明显吗 那我明天跟院长说换一个老师带他 见沈金南心里挺不舒服 我便直言道 真的 我点了点头 态度很诚恳 你相信我吗 从那天过后 我便真的甩开了许林 让一位资历更深的教授带他 美其名曰 教授直级更大 你跟着他 肯定能学到更多东西 许林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了 一个很平凡的周五 我跟沈金南都没有课 所以 我们一起去海边逛逛 导贝 穿上防晒衣好不好 海边吹着风可冷了 我不 我执拗地穿着吊带长裙走在前边 完全没有把沈金南的话放在心上 这不 又听见了他心声 宝贝不听话怎么办 生病了真的会很难受 要不我继续问问 但是 万一他生气了 还有 宝贝好漂亮 沙滩上好多男的都看了过来 想把他们的眼睛都挖掉 自己没有女朋友吗 看 还看 我不禁笑出声来 沈金南真的好有趣啊 沈金南 你过来 我站在原地转过身 若有所思地看着沈金南 他今日难得不西装革履 穿了一套休闲的白色短袖 搭配一条工装风格的长裤 阳光极了 怎么了 嘻嘻 我点起脚尖 拨一声 亲在了他的下巴处 宝贝又主动亲我了 他肯定觉得我今天很帅 沈金南顿时脑中一阵疯狂输出 我看见左边有两个美女 一直盯着你 宣示一下主权 我微微勾唇 露出浅浅的笑意 原来还能用这种方式 沈金南暗想着 顺势揽住我的腰肢 扣住我的后脑勺 俯身吻了下来 这个身吻又郁又缠忍 容不得我有半分退缩 这么多人 还有点羞涩 我钻紧了沈金南的短袖 足以彰显我有多紧张了 终于 太燕足了 宝贝的唇 好软 响意之亲 我脸颊泛着粉红 唇间红润 微微喘着气 我敢保证 沈金南放纵起来 我绝对受不住 你不准说了 我买手在沈金南胸膛上 还住他的腰 以前这种话 他都是在心底暗暗想的 这次 居然这么浪荡地说了出来 我跟沈金南在海边 逛了一个小时 就去车回家了 果然跟沈金南预料的一样 我发烧了 晚上洗漱好后 我就觉得浑身发冷 今晚要跟沈金南一起看电影 我就裹着一床毯子过去 宝贝 我们又不是看恐怖片 你很害怕吗 沈金南抱着我 还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电影房里开着空调 他便跟我一起盖着被子 我不由自主地 往他身上靠了过去 宝贝 你身上怎么这么烫 沈金南赶紧摸了摸我的手 脸蛋等部位 我摇了摇头 不知道 生病了都不知道 沈金南赶紧抱着 我去了卧室 用棉被把我盖住 我去拿体温计 我躺在被窝里 看着他出门 过了一会儿后 他就回来了 抬手 我有些木愣 刚穿着睡衣 但是里面空空的 那你自己来吧 沈金南的心声告诉我 他看出来了 我加好水银体温计 随后被沈金南抱进怀里 还是他身上舒服 不知不觉间 脑袋开始昏沉 嘻嘻 嘻嘻 我听见沈金南 一直叫我的名字 我困 39.2摄氏度了 宝贝我带你去医院 我一听见医院两个字 就赶紧挣扎了一下 我不去医院 我不想打针 呜呜呜怕 宝贝有我在 不怕呀 你发高烧了 必须去医院看看 沈金南轻声又哄着 最后我还是被他抱着下楼 带去了市医院 闻到消毒水的味道了 我不由得紧张起来 更加贴近沈金南 他用了一床不太大的小毯子 给我披着 乖呀 我迷糊地睁开眼 额尖已经开始冒冷汗 眼角泛红 护士过来给我扎针书液 我下意识就要缩手 不怕不怕 沈金南给我捂着眼睛 我只感觉手被刺痛了一下 乖乖睡一觉就好了 是不是头很晕啊 我闭上眼 听着沈金南小声地在耳边念叨 只觉得眼皮愈加重 醒来的时候 已经回家了 那场病就跟一场真实的梦境一样 但是脑袋还是有些昏沉 身体软绵绵的 沈金南将我从医院带回家了 他知道我不喜欢医院的消毒水味道 我穿鞋下床 刚打开卧室门 就闻到了一股浓浓的玉米排骨汤的味道 沈金南 宝贝你感觉好点没 昨晚说完夜你还发着低烧 沈金南身上还穿着睡衣 眼底带着较为明显的清灰色 我知道他肯定照顾了我一夜 好点了 沈金南陪着我吃完了早餐 我喝完他给我咬的汤 眼神一直放在他身上 等到他去收拾厨房了 我才开口 要不要 我陪你休息休息 陪我 陪我睡觉可以吗 沈金南看似很随意地问了一句 我点了点头 可以 宝贝刚才说什么 他说陪我睡觉 终于熬到头了 我刚说完没几秒 沈金南就洗好了手 把围裙解开 扔在柜台上 转身抱我起来 唉 你不要这么着急吗 我怀着沈金南的脖子 有点哭笑不得 不过就陪他睡一觉 也不做什么 至于这么激动吗 着急 沈金南没有把我去刺卧 反而目标明确地走进主卧 把我轻轻地放在了床上 随即就解开了自己的睡衣扭扣 我裹着被子 有些茫然 我说的睡觉不是动词 我很震惊地开口 沈金南笑了笑 裸着半身 钻进被子里 把我抱在怀里 放心 我没那么禽兽 不吃病号 我修红了脸 第一次这么大面积 触碰到他的肌肉 有些木嫩 沈金南的身材很好 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 浑身优渥的肌肉线条 具备一种不可描述的美感 让人看得血脉纷张 乖 放松点 沈金南缓紧了我的腰支 我整在他的手臂上 嗅到他身上清透的香味 应该是沐浴露的味道 很好闻 浑身也不再紧张 但是 沈金南的一系列新生 又让我难以忽视 宝贝的腰 真想每一晚都抱着宝贝睡觉 我都这么勾引宝贝了 他怎么还不摸我的腹肌 八块腹肌爱 我愣住了 八块 真的假的 手不自觉地从他腰后往前摸了摸 哇塞 真的是八块 嗯 宝贝的手好软 不能继续摸了 有点反应了 我赶紧停手 安分地躺在沈金南的怀里 不再动弹 合上眼睛 怎么不摸了 腻了 我暗暗嘀咕 不是不想摸 是不敢摸了 万一真把我吃了怎么办 沈金南 好好休息 我软绵绵地开口 从那以后 沈金南用真实的演绎 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做 请神容易 送神南 他再也没有睡过次我 每天晚上主动上我的床 裹着被子不出来 美其名曰 我给你暖床呢 没办法 说不动喊不动 只能摆烂了 宝贝 今晚可不可以 沈金南的手不安分极了 穿过我的睡衣 习惯性地往上摸 我娇称一声 睫毛有些气气的 刚才沈金南亲了好久 宝贝 你真的好过分 我捏紧了枕头 感觉嘴唇都是种种的 还有被啃食的触感 我错了 沈金南认错一向很快 明天国庆 放七天 天时地利 沈金南贴近我的耳朵 轻声呢喃 那种温柔又性感的声音 酥酥麻麻的 我怕 我实话实说 声音微小 微微合上眼眸 我会轻点的 沈金南翻身把我压在下面 吻了吻我的眉头 乖 不怕 放松 我睁开眼 很明显地感受到 沈金南眼底的预色 眼角微微泛着红 一颗 两颗 他慢条丝里地 解开我的衣服 嗯 我咬着唇 不想发出那种 娇羞的声音 但是 又不争气地 对沈金南撬开牙关 勾缠 乖 别忍着 我喜欢听 宝贝叫得真好听 乖 不哭 越是哭 我越想要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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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了 我抽噎着 听见他瑟瑟的心声后 眼泪止不住地流 乖 最后一次 好舒服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骗子 真到了最后 我早就没了意识 等到第二日中午清醒的时候 只觉得浑身酸软得没劲 沈金南 暂时不想理他了 此时 卧室的门被打开 沈金南神清气爽 穿着一套居家服 过来抱我起床洗漱 我一句话也没有说 安心享受着他的伺候 还生气呢 沈金南自然是看出了我的气氛 我没有说话 像是在宣告一场冷战 肯定是昨晚让宝贝累着了 眼睛都哭肿了 身上这么多痕迹 养几日应该会消散吧 沈金南将我先放在床上 随即拿了一管软膏 过来给我擦药 冰冰凉凉的 一股淡淡的药味 我没有拒绝 直到他开始看我的睡群 你走开 我往床的另一边缩了缩 声音带着控诉 宝贝 给上药 沈金南一本正经的解释 昨晚太粗鲁了 把宝贝信号信号信号 我果断逃避着 但是沈金南穷追不舍 拉住了我的手腕 把我捞进怀里 宝贝 昨晚是我不对 下次绝对不会这样了 是我第一次没有经验 弄伤你了 沈金南买手在我的肩窝 诚恳地道歉 我的心本来就软 更何况是面对沈金南 果然又被哄好了 上完药之后 他抱着我出去吃饭 一勺一勺地喂给我 像是伺候小孩子似的 从大晚起 沈金南开启了夜生活 但是确实有所收敛 来年的开春 我们举行了婚礼 领了证 不出意外 就真的要出意外了 一向准备的很好的沈金南 成婚后不到一个月 是算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沈金南看见 我的体检单子的时候 整个人直接蒙掉 我怎么知道 反正是你的 我摆来似的靠在沙发上 抱着草莓果盘慢慢吃着 我就说嘛 自己怎么最近老是发困 原来是有宝宝了 我每次 每次都带了的呀 沈金南将我抱起 放在腿上 大手小心翼翼地 放在我的小腹处 轻轻摸了摸 婚礼前几天的事情 你忘了 我善意地提醒一句 脸上带着死亡微笑 那天 正好是我生日 遇见一个高中老同学 一起喝了一杯酒 聊了一会儿 被沈金南看到 当晚 我感觉自己得被沈金南 堵死在床上 仍旧记得 那晚他的疯狂 你是我的 我们都领证了 快要结婚了 那男的是谁 是不是想要抢走你 说得越多 动作越狠 那次 估计某人在气头上 啥都忘了 沈金南有些懊恼 用头跟我不断贴贴 对不起 让你还没准备好 就当妈妈了 是我的错 我不该一起用事的 沈金南一遍遍地 跟我道歉 眼眶红红的 我没有生气 有你在我也不怕 你可不能哭了 我转过身 还上沈金南的脖子 微微含笑 虽然当时有点生气 但是很快就过去了 况且 有一个爱的结晶 很幸福啊 我会照顾好你的 沈金南迫切地吻上来 这一次 我也没有那么青涩 有些不太熟练地回应着 我爱你 良久 沈金南虔诚地 在我眉心落下一吻 我勾唇 亲了亲他的额头 我也爱你 我老师